这么久过去了 不知道各位听众 心中爱情的样子 有变化吗 喂 光夕 生日有没有吃好吃的 当然有了 那我猜猜 是不是又在那个米其林日料店 吃着帝王蟹鱼子酱 我这次真的在米其林日料店 喂 喂 被我抓到了吧 还准备偷喝啤酒呢 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人身上 有个最难得的特质 总是能忘记充电 你怎么回来了 他能留回来的吗 提前完成工作赶回来的 这么敢哪 好辛苦好累的 但是今天是尹一可的生日 你才是最重要的 你等我一下 祝你生日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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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学了什么用啊 告诉你 蜡烛都被你吹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因为说出来就不灵了呀 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上一次你也是坐在这儿 我也是坐在这儿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 去年还有个人以为我要搭讪他呢 那不是吗 好像就是啊 今年你该回来 以后每一年我都会陪着你的 刚才的愿望就是这个 真的 再许一个吧 这个是肯定的呀 没想到